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令公众持续关注女学生被绑架事件 同时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出手相救 尼尼尔博尔洛州其博克一间中学的超过200名女生 在今年4月中旬在考试期间被绑架 伊斯兰主义组织博科圣地的激进分子声称对绑架负责 并且说他们要用这些女学生去交换被监禁的博科圣地成员 博科圣地企图建立伊斯兰国家 据信他们在5年的反叛活动当中杀死了几千人 尼尼尔总统乔洛州约合她的政府 因为未能救出被绑架的女学生而受到国内外严厉批评 美国等几个国家正在协助尼尼尼尼尼尔尋找被绑架的学生